而南投新任县长就职典礼 上午在南投文化局演艺厅举行 新任县长许淑华特别捡了一头 利路短发宣誓就职 而在致辞时除了感谢前县长林明珍 对于南投的贡献 也表示林明珍卸任之后 随时能够回来县府当顾问 欢迎有的新任县长 顶着一头俏丽短发 穿着黑色贴身洋装 南投新科县长许淑华25号宣誓就职 一身新装亮相 从林明珍手上接下硬性 扛下南投大家长的职责 能够迈入一个新的八年 掌声再给他们鼓励 许淑华感谢林明珍多年 对南投的付出 并提到林县长卸任后 随时欢迎能够回来当顾问 首先我要感谢林明珍县长 感谢所有的南投人 为南投打下发展的一个厚实的基础 正式成为南投首位女县长 许淑华打破建县72年的记录 县府人事处目前已经公布 小内阁人事调动 其中副县长就是潜水历署署长王瑞德 上任之后呢 我们有很多的预算是今年度就编定的 所以如何去统整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讲到上任后的愿景 许淑华表示上任后最主要是安定内部人事 与各局处互相合作 许淑华从政20年终于能为家乡贡献 对于未来他表示自己不怕考验 持续推动宪政让南投更加发光发热 记者曾如辰南投报导